下边我们看530句 梭皮山 梭皮山是这句咒语 具足了所有五方佛的愿力 也是五方佛来加倍 一切的众生吉祥 所以他也翻作欢喜王 是指我们五方佛 五方佛奉行了 刚才讲了吗 五方佛奉行了论言咒的旨意 在五方降服魔君 摧碎一切众生的恶念 令众生改恶向善 所以这五方佛都很欢喜 你看宋里面说 改恶从善日日心 归依正法出迷津 五步诸佛皆欢喜 万方同理大为音 诸佛看到五方佛来降服了这五大魔君 使得五方都太平 所以祝佛欢喜 看到人人都皈依 愣言咒 法界的众生都来修持愣言咒 所以祝佛欢喜 所以这句咒语是十方祝佛 放光 告诫法界所有的众生 只要你持宋愣言咒 是诸佛都欢喜 诸佛都赞叹 诸佛都加持的 因为看到这个世界没有被毁坏 众生都在修持愣言 所以祝佛欢喜 因此对于我们也一样 你在送愣言咒 是诸佛都欢喜赞叹的 那么愣言咒 能够令所有的众生 盖恶向善 所谓的日日心就是 令你念念都是真念 你在念愣言咒 你的念都就是真的吗 念念都在清静 所以你的智慧在增加 业障在消除 你在改变命运 内外环境都在改变 能够令众生破迷开悟 所以五不诸佛皆欢喜 没有哪一个佛不欢喜的 所以有些人在诽谤愣言咒 你就要小心了 持送愣言咒 是诸佛欢喜赞叹的 那么相反的 你诽谤愣言咒 那个是什么样的后果 自己可以想一想 后面说万方同体 同理大威音 所有的一切众生 这是十方祝福下达的命令 都要归于这个大威音 大威音就是佛的法音 就是愣言咒 威音也指 威音王佛 最初成佛的 就是威音王佛 最初成佛的威音王佛 也是持得愣言咒 所以在此地呢 是告诉大家 所有的众生 都要归于这个愣言 都要归于这个妙音 这个妙宝 十方祝福的新光 十方祝福的欢喜赞叹 你修持愣言得到一切佛的加倍赞叹 下面我们看五百三十一句 西丹多波达拉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咒语 是我们愣言咒的咒心 所以他也翻作花盖 也翻作宝盖 你看宋里面说 各种宝盖 香花云 消灾除障 利人群 五方魔仲 皆拱服 万类鬼怪 惜遵行 你看看愣言咒有多厉害 西丹多 波达拉 是愣言咒的咒心 我们前面讲过 萨丹多 波达兰 是一切咒的咒心 而这句咒语 是我们愣言咒的咒心 大白散盖的咒心 那么宋持这句咒 在虚空法界的大威格力 就是种种的宝盖 花盖 大白散盖就出来了 所谓的愣言咒的咒心 聚足了整个愣言咒的精华 也就是说 这一句聚足了所有佛的星光 我们念这句咒 就是在帮助整个世界 所以愣言咒呢 是非常重要的 天天念愣言咒 就是在掌养正气 削弱这些魔的力量 此句 它的威德 虚空法界 变现种种的宝盖 凡是被这些宝盖 所庇护到的 我们说有宝盖 有花盖 有香盖 什么样的有猪盖 在虚空法界变现 那么你念这句咒语 这个宝盖 就在你的头顶上 保护着你 一切都平安 所以愣言咒是个绝缘体 你持愣言咒 把一切的恶缘 染缘 都绝掉了 好像一个保护伞 在完全的保护着你 不单保护你 也保护一切众生 所以 这句咒语能够利益 所有世界的人群 我们持愣言咒 就是在帮助世界 减少世界的灾难 这些空难水难 各种各样的恨灾 都能够消失 重的转轻 如果你能够天天 一秒钟也不间断的 持送愣言咒 我刚才说过 念真言 念真言 就是你的念 念念都真 你起心动念的念头 就是真言 真言就是你的念头 那么这个就是愣言三昧 你的念头不间断的 出来一个念头都是真言 出来一个念头都是真言 你就得到了愣言三昧 得到了愣言大定 我们念造这句咒语 你看讲的多清楚 五方魔仲皆拱福 所有的佛放光 而且它是愣言咒的咒心 具足了整个愣言咒的功德 具足了整个愣言咒的威力 所以 只要有这句咒 五方魔通通要归一愣言咒 这句咒呢 属于中央佛部的法 披露哲纳佛是中央佛 他发出来的号令 任何妖魔鬼怪都要遵循 不但妖魔鬼怪要遵循 所有的佛也要遵循 所以这句咒语能够 设服五方的天魔外道 凡是不守规矩的 都要守规矩 我们要知道 愣言咒里五方佛奉行的 是中央披露哲纳佛的法令 来镇压五方魔君 如果没有愣言咒 你要知道五大魔君天天 就公开的来我们世间 搞破坏了 现在有愣言咒在 就有五方佛在默默的 镇压五方魔君 所以你看后面说 万类鬼怪惜遵循 愣言咒是 无论什么样的妖魔鬼怪 天魔外道 哪一类都要遵循愣言咒 不遵循 你要知道就会被消灭的 这么厉害 为什么 佛的光一照 黑暗就没了 你说这黑暗是不是被消灭了 好像我们五子眼 黑暗 只要一开灯 这个黑暗就没了 所以 只要有愣言咒在 任何一道的众生都要遵循 不遵循就会被毁灭 所以他有消灾和摧碎之意 只要我们念能言咒 一切的天魔外道 妖魔鬼怪都怕你 因为他怕你吃的这个真言 如果他不怕 你要知道 那一定他已经归一于你 是你的护法 否则的话 他是会被消灭 所以这句咒语极为重要 我们在念 就是在虚空法界 设置着所有的宝盖 保护一切的众生 教化一切众生 接引一切的众生 入这个愣言大白散盖 盖恶向善 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能够令我们念念 都是愣言咒的咒心 你念念都是咒心 起心动念 每一个念都是咒心 每一个念都是咒心 所以咒就是你 你就是咒 你的念念都在掉钱 整个虚空法界 念念都在转法轮 念愣言咒就是在转法轮 所有的众生都要服从于你的念 当然了 前提条件是 你的念是真念才行 好 下边我们看532句 摩赫拔舌拉 拔舌炉就是拔舌拉 摩赫是大 这句你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十方祝佛 对于所有金刚葬菩萨里面的上手 摩赫是大 大的金刚力士 所下达的命令 你送里面说 金刚力士 朕要挟 护道未胜 保清洁 增善灭恶 归尽礼 大绝世尊 佛陀业 摩赫是大 所有的大的金刚葬菩萨 都要奉行愣言咒的这个旨意 这句咒语是十方祝佛 放光 加倍所有的大成护把金刚 他们的愿力 是保护所有的修道人 保护愣言 我们念到这句咒语 十方祝佛放光 一切的大成金刚 放大光明 护就是保护修道人 为是为护一切的众生 保护在虚枯把界 降妖除魔 扫除一切的外毒 同时熄灭一切众生 心内的独面 因此 他们的愿力和任务 就是增善灭恶 掌养众生的善根 把一切妖魔鬼怪都消灭掉 而且接引所有的众生 要皈依愣言 皈依三宝 大觉 就是我们佛 觉悟 大的智慧 佛陀业 所以我们念到这句咒语 我们就与所有的大成的金刚 藏菩萨感应道教 得到他们的加持和护用 同时在他们这个地方种了福田 他们会掌养我们的善根 帮助我们熄灭心内的一切恶念 同时我们在虚空法界传达他们的真言名号 接引更多的众生 归依这些大成金刚藏菩萨 得到他们的加持和护用 所以这句咒语也是十方祝佛下达的命令 号令众生要归依这些金刚藏菩萨 下边我们看533句色尼山 这是跟前边是连在一起的 仍然是指这些金刚藏菩萨 他们属于灌顶部的金刚 这句咒语是十方祝佛下达号令 令所有灌顶部的金刚要放大光明 为法界一切的众生灌顶 所以你看宋里面说 旗火金刚藏王仲 华兄为己魔手拱 灌灵宝光除恶难 结界成就归不动 从此从这句开始就开始要结界了 大家要注意 我们人间结界经常用大杯咒水来结界 而愣言咒十方祝佛是以佛光来结界 那么愣言咒在我们佛教里面 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单单是我们人的命运 掌握了我们整个佛教的命运 有愣言咒在 那么就正法在 愣言不在 正法就灭亡 所以在此地我们已经讲到了结界的地方 十方祝佛以真言放大光明 以这个佛的心光 慈悲之光 智慧之光 三昧之光 来在虚空法界结界 那么所有的这些起火金刚也要放光 来维护这个界 在界内都要寻规蹈矩 只要移入这个界都要寻规蹈矩 你不寻规蹈矩 这些金刚藏菩萨会把你摧碎的 所以后面说 华兄为己磨手果 他们这些金刚藏菩萨所放的光 这个冠领是能够令列妖魔鬼怪改恶向善的 也就是说妖魔鬼怪 他的恶念消除了 他心内的黑暗没了 他也放光了 所以我们念这句咒语 不仅仅我们自己得到所有佛放光 也得到金刚藏菩萨放光 消除我们的业障 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恶念消除 消除我们的无名 令我们的心光释放 这种光是消灾之光 吉祥之光 我们刚才讲了 在外超拔妖魔鬼怪 在内 掌养一切众生的善根 熄灭一切众生的恶念 所以整个法界就结界了 结界成就归不动 到此地 所有的天魔外道 均要归于三宝 均要归于愣言 不动 就是指我们这个愣言咒 愣言咒是究竟坚固的大定 它是究竟坚固不动的 它是佛的心光 它就是佛的心 这是让他们都归于佛 归于佛的心法 下面我们看534句 摩合 波拉 障其兰 摩合是大 这个波拉就是般若 就是智慧之光 障其呢 是指勾索结界 所以这句咒语 那么五方佛的这些互把善神 都要行动起来 波拉是调遣 这个智光是调遣 十方祝佛 调遣所有的西方部 以阿弥陀佛为部主的莲花界的圣众 皆要大放光明 放这个智慧之光 那么障其是指 北方结膜部的佛 要率领的北方结膜部 所有的菩萨 护把善神 奉行楞严咒的旨意 也要行动起来 以这些罗索来结界 他们的任务 他们的任务就是熄灭众生的恶念 令众生借根清净 所以你看诵里面说 智光普照度明完 莲花罗索化千滩 无事不办成圣把 皆大欢喜反本源 这句咒语也是在结界 也就是说十方祝佛 放光灌顶来结界 那么五方佛都要行动起来 刚才是东方金刚部 莲花部的阿弥陀佛也要行动起来 奉行楞严咒的旨意 率领着西方部 放大光明 破除一切众生的黑暗 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掌养众生的智慧 那么北方不动尊如来 也要行动起来 用他们的佛光 用他们种种的法器 也要结界 熄灭一切众生的贪嗔痴 令众生念念清净 令众生不持斋戒 自持斋戒 所以你看无事不办 你要知道愣言咒有多厉害 此咒一念都要行动起来 所以这句咒 莲花界的法宝 大宝莲花 保罗 保索 金刚索 这些法器 法宝 通通放大光明 教化一切众生 内外 在内 所有众生的恶念 转为敬念 在外一切的妖魔鬼怪 都要归一三八 所以无事不办 有这些五方佛来行动起来 什么办不到的事 都能办到 也就是说成就了一切 圣众 另一切众生都归一佛了 什么事都办了 所以皆大欢喜 凡本愿 众生的灾难也消除了 魔王也改恶向善了 大家都欢喜了 做法的 也就是说十方祝佛也欢喜了 五方佛也欢喜了 众生也欢喜了 都回到了佛心 凡本愿就是 你都回到了佛心 明心见性了 借着楞严皱的威力 借着十方祝佛的真言 借着这个十方祝佛的星光 把你的星光也照亮 把你 心里面所有的染灼去掉了 你自信的光明也就散发出来了 所以都找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见到了自己的佛光 叫凡本愿 我们念到这句咒语 我们得到的加持力就太不可思议了 得到了五方佛放光加持 得到了法宝放光加持 得到了结魔部的一切法器放光 北方不动尊如来放光 帮我们消除无量节的基业 你说怎么消 很简单 就像我们的房间黑暗 一开灯整个都亮 我们也是一样 佛光一照我们心里边 所有的念头都亮 你的念念都光明了 念念的愚痴就没用 好 我们念这句咒语 也是在帮助法界所有的众生 牵引他们 进到界内 得到五方佛放光接引 好 下面我们看五百三十五句 夜波突驼 这句咒语是十方祝佛 对所有警卫力士 所下达的号令 也是指佛部的佛宝放光 所以你看宋里面说 乃至护咒力士众 无上佛宝法中王 警侧生善灭诸恶 事故此处最吉祥 这些警卫力士都是护法 他们的愿力是专门护持愚言咒 护持愚言坛场的 因为我们刚才不是结界了吗 他是保护修道人 保护修持愚言咒的人的 所以这句咒语 十方祝佛放光 这些护法善神也放光 这是再一次的 在虚空法界下达号令 号令法界所有的众生 要入这个愣言咒的大坛 入愣言咒这个界内 要五体投地的归命 无上佛宝 法中之王 就是我们这个愣言咒 他是一切法的母体 他是法王 万法都从佛光中出 所以这是再一次的命令 一切众生要静谈 而且要归一三宝归一愣言 后面说 静侧生善灭诸恶 这些护法力士 他们的愿力 就是静侧所有的众生 令众生生起善心 增加众生的善根 消除一切恶念 灭除一切众生 愚痴黑暗无名之念 令众生念念光明 所以后面说 此事故此众最吉祥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愣言咒的吉祥法就出来了 具足了所有十方祝福的加倍 凡是入愣言咒的 入愣言谈的 那么十方祝福来加倍 你一切吉祥如意 因为在界内 有佛光的保护 所有龙天护法善神放光保护 妖魔鬼怪根本进不来 不能靠近的 所以一切的灾难就无影无相 我们外边的灾难没有了 内心所有众生的念头 也被佛光普照 我们念念都光明 念念都清静 念念都自在 念念都是佛念 念念都是真言 你说佛的念是什么呀 佛的念就是真言 就是佛光 所以在此地呢 近虚空变法界十方三十 一切诸佛都聚集在愣言里 来保护众生 吉祥如意 所以你看这句的 他的力量有多大 下边我们看五百三十六句 舍欲舍奴 那么其实他应该是这样念的 舍欲舍奴 但是我们念习惯了 因为后边这个欲舍奴就是巴舌拉 也是巴舌拉另外一个真言名号 这个欲舍奴就是金刚护法善神的总称 所以这是再一次的释放祝福放光 再一次的号令法界所有的金刚部的护法 刚才那个警力 警力是中 这个夜波突驼 是指所有护持佛宝的护法 护持佛的 那么在此地呢 是金刚部的僧宝 什么意思呢 这些金刚护法善神 专门是保护一切僧宝的 他们的愿就是护持一切僧宝 包括贤圣僧啊 包括人间的出家人 你看宋里面说 一切立是阵群邪 金刚保卫僧邪 后阵变动三千戒 舍父魔外灾换邪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戒一戒 佛以星光来洒净 那么三宝的护法都巨足了 护持佛的护法也行动起来 护持僧人的护法 也行动起来 所以这句咒语是 十方祝佛对所有护持贤圣僧的这些 金刚护法下来的命令 他们要放光 在虚空法界 想要出魔 教化一切妖魔鬼怪 盖恶向上 那么他们的愿力 在此地呢 是指东方消灾严寿 要是否率领着所有的他的菩萨圣众来护持僧宝 他们是专门发愿保护出家人的 所以戒一戒 护法都到 护僧的也到 护佛的也到 护法的也到 这些护持僧人的护法神众 他们的威德 能够震动三千大千世界 能够折服所有的妖魔鬼怪 这个是外面的 在内 摧碎一切众生的邪志邪剑 令众生 身心清静 那么一切的灾难都消掉了 所以我们念到这句咒语 我们就与所有 护持僧宝的这些 护僧神感应道教 得到他们的加持和护佑 同时 我们也在虚空法界 传播他们的真言名号 接引无量无边 跟他们有缘的众生 皈依赞叹廷礼 这些护僧宝的护法神 在他那个地方 广众福田 下面我们看五百三十七句 遍达利奴 那么这句咒语 也翻作尊圣罪妙 是指 专门护持 法宝的一切护法神王 而且这句咒语 也是 十方祝福 对阿弥陀佛 所下达的命令 这句咒语 莲花布的 阿弥陀佛率领着 莲花布的菩萨 都要运转起来 因为他们的愿力 是保护 妙法的 是专门护法的 刚才是护僧的 那么你要知道 这是莲花布的法宝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 和这些 西方莲花布的菩萨圣众 他们的任务 十方祝福 以愣言咒下达了任务 让他们保护好 一切的法宝 护持好一切的法宝 所以阿弥陀佛 也在护持愣言咒 念阿弥陀佛的人 修净土的人 再不可以诽谤 愣言了 因为我们的教主 阿弥陀佛 他也在护持愣言 这是十方祝福 对他下达的命令 你看宋里面说 召集护法 众神王 聚会 谈遣 辅道场 莲花布主 施制令 尊圣 罪妙放豪光 这句咒语是 毕露哲那佛 为法主 执行 愣言咒 这个法令 而阿弥陀佛 负责 传达 这个法令 负责 护持 这个法令 负责 保护愣言 传达愣言 你要认识清楚 你就知道 阿弥陀佛 在干什么了 他在传达这个 愣言咒 而且他的任务 是要保护好 这个愣言大法 这是十方祝福 对他下达的命令 所以 如果你真正 要与阿弥陀佛 同心同德 你再也不敢 诽谤愣言 要好好的 持愣言 因为阿弥陀佛 也在保护愣言 所以事实上 就是这样 你不信吗 这个是真言 佛讲的真实 不虚的 那么重视真言 没有丝毫的虚伪 或者演绎 他是真的呀 可不是说 我们在上面 又又 有演绎出来 其他的意思 是什么 就是什么 所以所说的 都是实实在在 精纯的真言 那么每一句 都是有他真实的功德 和力量 可不是假的 所以这句咒语 他的力量 就是十方祝福 对阿弥陀佛 莲花布的一切 圣众下达命令 毗洛哲大佛 中央佛 下达这个愣言咒的法令 号令阿弥陀佛 传达这个法令 保护好愣言 这个大法 所以你看 召集互把众神亡 毗洛哲大佛 结了这个愣言大戒 结了愣言 谈场这个结戒 他是 法主 那么他 发号施令 传达这个愣言 而阿弥陀佛 负责护持这个愣言 并且把他这个法令 传播出去 召集所有的 护法龙天神众 都要来参加 这个愣言法会 都要聚集到 愣言谈里 所以你看 你要知道阿弥陀佛 在干什么 他是在虚空法界 号召所有的人 都要来入愣言谈 所以 你学净土的人 要听阿弥陀佛的话 也要 支持愣言 所以你看看 这上面说的很清楚 不但要支持愣言 而且要毕恭 毕敬的 不但你人 要学这个 披露哲大佛 发布这个号令 阿弥陀佛来传达这个法令 号召所有的佛 所有的菩萨 所有的护法善神 都要来奉行 愣言 这是这句的含义 下边我们看 538句 毕陀业 你要知道 这从这开始 就结成了三个 佛法僧 三个大坛 就结好了 毕陀业 谈谈加鲁迷 连在一起 就是结成了 佛部的 佛宝之坛 我们念到这句 毕陀业 在界内 所有的佛 要放光 凡事来 聚集在 因为阿弥陀佛 召集了 所有的佛 都要过来 因此 这句咒语 也叫佛顶光 去大明心中 所有的佛顶 都要放大光明 所有的佛宝 都要放光 你看宋里面说 成就无上 大微神 光明辩照 净绝分 正觉世尊 执法令 结界 护教 最延伸 一切的佛宝 都要放光 所有被阿弥陀佛 招来的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在楞严咒里 大放光明 这个光明 你看有太厉害了 凡是被光明辩照之处 都得到清静 自在 吉祥 扫除一切众生的恶念 佛的光是外光 平等光 清静光 那你就知道了 你得到佛光的普照 你的身心清静 料无挂碍 一切自在 一切吉祥 正觉世尊 执法令 这个是指 毗鲁哲纳佛 他在 颁布 这个法令 他在虚空法界 转法轮 转这个 楞严咒的法轮 结界 护教 最森严 你想想 佛 所有的佛 放光 这个地方 能布清静吗 这是最清静 最殊胜 最庄严的地方 也是我们念到此地 为什么叫吉祥法呢 念到这个地方 你是看不到 是最殊胜 最庄严 佛光变照 每一尊佛 都在以光音 来传达这个楞严 都在执行 毗鲁哲纳佛的法令 这个法令 就是楞严咒 任何一尊佛 都在以光音 传播这个楞严神咒 所以整个虚空法界 皆大放光明 最殊胜 最清静 最自在 最吉祥 那么后面 我们看 五百三十九句 盘坛 加露米 盘坛 翻作大坛 什么叫大呢 佛所结的界 无量无边 也就是说 是最大的坛 最清静 也翻作顶礼 这是十方祝佛 所有的佛放光 光中眼说 愣言咒 再一次的对法界 所有的众生下达命令 要顶礼一切诸佛 这一个坛 这个坛叫做佛坛 在虚空法界 大皈依 这是最大的皈依 号令所有的众生 要皈依佛 皈依一切的佛 所以盘坛 也叫做大坛 也翻作顶礼 顶礼就顶礼佛了 加鲁翻作大悲心 也翻作所作 坐行 在此里呢 就指转愣言咒 这个大法轮 也就是十方祝佛 放光在光阴当中 转愣言咒 这个大法轮 谜就是摸摸 以最快的速度 摸摸是 十方祝佛放光 转着愣言咒的大法轮 在光阴当中 传达佛的心 以最快的速度 加倍众生 归佛 得到究竟圆满 所以这个谜呢 是指摸摸 以最快的速度成就 你看宋里面说 大光明法 结界成 顶礼慈悲 众中尊 所作接伴 邪归正 菩提道果 不减增 这句咒语 具足了所有佛的星光 大放光明 光中都在传达 愣言咒 所以一切的妖魔鬼怪 都要老老实实 这是第一个谈 佛宝谈 转这个大法轮 愣言咒的大法轮 就号令了 射受了一切的众生 归一了佛 归佛就要守规矩了 归佛之后 两足尊嘛 得到所有佛 放光 加持 那么自然 消除了一切的恶念 令你 改恶向善 念念都清净 念念与佛光相应 所以这是佛宝的威德力 结成了这个戒 在戒内 我们说这个戒 谁念这个愣言咒 你就是这个法主 你就在结戒 戒内呢 可以说十二个大游巡 大的游巡八十里 中的游巡六十里 小的游巡四十里 十二个大游巡 就是九百六十里以内 在这个范围内的 妖魔鬼怪都要守规矩 因为九百六十里 都已经结了戒了 都有佛光辩照 所以后面说 鼎礼 慈悲 众中尊 众中尊 那么就是指 僧宝 这是十方祝佛 放光 接引众生 不仅仅要归佛 还要顶礼 结界当中的僧宝 因为这个僧宝 来做这个法的 也就是说 你念这个咒 都要 都要顶礼你的 因为佛的愿力 就是 只要有僧宝 能够支持戒律 戒律 清静 那么他就是 真正的佛弟子 他就有权力 来 做法 结界 来转这个 楞严 大法轮 结这个界 所有在界内的 一切众生 要顶礼 这个僧人 因为他是 众中尊 这个众中尊 是指僧宝 后面说 所作结伴 邪归正 这个结界的僧人 那么你持楞严咒 你就在结界 十方祝福 放光 加倍你 想做什么 都可以办到 你结这个楞严咒 这个界 让你心想事成 一切要么鬼怪 要向你平礼 一切妖魔鬼怪 要改恶向善 你想做的事情 佛都埋怨 后面说 菩提道果 不减增 这个结界的人 他 立功立德 他在帮助佛 来转楞严咒 这个大法轮 所以佛加倍他 菩提的道果 能够 念念 增长 你看 宋里面说 尽负 诸恶 莫猖狂 邪魔 妖怪 鬼神王 一切 归命 遵法令 兼顾 致见 震八荒 在这个界内 一切的妖魔 鬼怪 都不能 不守规矩 都要规规矩 矩的 所以这句咒语 包括了所有的天魔外道 一切 赤魅 鬼神王 在内 十方 祝佛 下达的命令 他们都要 皈依 遵循 愣言咒 的法令 不管你是哪一方的 都要遵循 祝佛的法令 后面说 坚固 致见 朕八荒 八荒 就是 八难 也就是说 四面八方 没有一处的 妖魔鬼怪 不射受的 都被愣言咒 这个智慧的宝剑 降服了 所以此地呢 是 所有的僧宝 结坛 十方 祝佛 号令 一切的众生 在界内 要五体 投地的 归命 一切 僧宝 所以后面 五百四十一句 盘坛 加露 你就知道 盘坛 是大坛之意 也是 顶礼之意 加露 是指 愣言咒 这个法门 转愣言咒 这个大法轮 谜 是指 摸摸 你最快的速度 所以你看 宋里面说 禁腹诸恶 魔鬼神 陌路界内 扰害人 法宴 谭 盘坎 圣贤会 转教 妙论 灌古今 盘坛 加露 米 也是 尽负的 尽是 尽职 也就是说 一切 妖魔鬼怪 在此地 要五体 投地的 归命 灵理 愣言 照理 十方 祝佛 所下达的 命令 归一切 的僧宝 这个界内 十方三宝 尽虚空 变法界 无量无边的 佛法僧三宝 都在这个界内 都在 护持 愣言 都在 保护 愣言 谈场 所以 只要一结界 没入界内 扰害人 我们一念 愣言咒 到此地 所有的如来 降临 谈场 所有的贤圣 僧宝 放逛 建令 谈场 所以叫做 法宴 谈开 圣贤会 那么你要知道 谁 在管理 这个谈呢 谁在当权 负责管理 这些事情呢 召集着 所有的佛来 所有的僧宝来 谁在干这个事呢 就是莲花布的 阿弥陀佛 在传达 这个法令 在传达 这个愣言咒 所以说 佛母觉到 化娑婆 在界之内 愣言 谈场 这个界内 是莲花布的部主 阿弥陀佛 在管理这一切的 他在执行 披露哲纳河的法令 他在执行 愣言咒 在管理 这个界内 负责召集 所有的佛宝来 一切的贤圣僧来 所以后面说 莲花布主 使法令 转庙 转教 庙轮 灌古今 转就是转 这个愣言咒的 大法轮 教 就是教化 所以在此地呢 是号令 所有的众生 要五体 投地的归 这一切的贤圣僧 并且十方祝佛 对所有贤圣僧 下达的也有命令 我们在 愣言经里面 也看过 每一尊佛 涅槃 都要 附主佛事 将这个愣言咒 传下去 有愣言咒在 佛法的正法 就在代代相传 所以这一句也是 号令 所有的贤圣僧 要转这个愣言咒的 大法轮 从古至今 代代相传 所以你要知道 在虚空里 祝佛菩萨 都在不停地 转愣言咒 这个大法轮 光光相照 愣言咒 就是佛光 一直都在转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僧宝的大谈 只要一截这个戒 谁在用这个法令 你这个人就是法主 你就在支配这个愣言咒 你就在转这个法轮 你能令愣言咒 这个法活起来 这就叫做感应道教 就叫做教天天应 教地地灵 你把愣言咒用活了 天地一切都归你支配 你就在转这个虚空法界的大法轮 所以这几句咒语 是非常要紧的 下面我们看五百四十二句 波拉 皮陀 跟后面这个盘弹 加露 这个是指法宝的法坛 指法宝 这三个坛 佛宝坛 僧宝坛 下面是法宝坛 波拉翻作 般若 翻作智慧 那么这句咒语 是法轮常传 具足了八万恒河沙的波罗蜜 我们这样说八万四千法门 这只是个表量 其实有恒河沙那么多的法门 为什么这么多的法门 众生有多少念 祝佛菩萨就要开多少药 就多少法门 所以这句咒语 具足了佛的智慧之光 十方佛的智慧之光 光中验说着八万恒河沙的法门 波罗蜜 八万恒沙的智慧 所以你要有你要真明白了你知道 楞严咒在虚空法界里面转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有八万四千法门的经书 在流通 因为他们都是楞严咒的解释 楞严咒是他们的母亲 是他们的母体 只要楞严咒在虚空法界 佛光在普照 那么我们世间就会有这些经书在流通 所以毕陀也翻作佛母 你看看 在此历史指楞严咒 是一切佛的母亲 一切法宝的母亲 所以这句咒语是十方祝佛 下令法界所有的众生 要归一这个八万四千恒河沙波龙蜜 法门的母亲 就是楞严咒 他归一法 宋里面说 智慧咒力 负重魔 佛母觉到化梭婆 莲花不足 施法令 经允死者 便成活 那么本句咒语 他的力量太大了 用我们的语言都不好讲 因为十方法宝放光 一切佛的星光 变照 号令 法界所有的众生 要五体投地的归命 顶礼 愣言 他是一切剥弱智慧的母亲 我们现在读的经书是方便法 而愣言咒是所有八万四千法门的母体 只要有愣言咒在虚空里面转 我们社会上这些种种的八万四千方便法门就在流通 所以后面说莲花不足施法令 莲花不足就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就在愣言这个法会当中 传达佛的命令 号令所有的众生要五体投地的归命顶礼 愣言咒 他是一切智慧的本源 我们八万四千法门三藏十二部的母体 所以你要知道 你如果真正的念阿弥陀佛 你要听阿弥陀佛的话 阿弥陀佛在虚空 是在号令所有的众生要归一法宝 归一这个愣言咒的 念阿弥陀佛的人就不可以不再念愣言咒了 你可以看清楚了 这可是真实的 阿弥陀佛在虚空法界 下达这个法令 号令一切众生要归一愣言 这个剥落智慧的母体 他是三藏十二部的精华 后面说 晶云死者变成活 那么在此里呢 就是再一次的告诉你 愣言咒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 能够改变一切众生的命运 所以能够令死者变成活 后面五百四十三句 盘坛加路米 这个就是法宝坛结成了 盘坛就是大坛 在此地呢 是指愣言咒这个大法的坛 已经结成了 加路是指愣言咒这个传的这个法轮 十方祝佛所做的一切 究竟圆满了 三宝大坛已经圆满 到此地呢 所有的众生归了佛宝 归了法宝 归了僧宝 归了法宝 在愣言咒里僧宝是排在法宝之前的 因为法赖僧传 传达法令的都是贤圣僧 所以在此地呢 无不究竟 十方祝佛 放光 加倍 众生以最快的速度 归一三宝 成就一切 那么归一法呢 是在虚空法界 号令所有的众生要归一愣言 所以如果你是佛的弟子 你就要归一愣言 宋里面说 愣言法会圆满成 结界谈众 服恶神 实际礼礼究竟力 护持行者 佛教兴 也就是说到此地 三个大坛已经结成了 愣言咒结界的这个法会 已经成就 愣言就是究竟坚固的力量 所以 接引了众生 归了佛宝 归了僧宝 归了愣言 在这个 结界中 在这个三坛中 降服了一切不善的众生 一切的牛鬼蛇神 天魔外道 妖魔鬼怪 痴魅亡良 只要不守规矩的 我们只要一念这些咒 一结这个界 他们通通都要守规矩 因为他们通通都要归一三宝 所以后面说 实际礼力究竟力 愣言咒的力量是实实在在的 在礼上 他的咒力无穷 究竟的力量 是佛最高 最无上的大微神力 是金刚不坏的力量 所以叫做 实际礼力究竟力 也就是说 他在礼上也无障碍 在事上也无障碍 礼事都无碍 这个是三坛 大家要记住 非常重要的 下边我们就要讲到 愣言咒的咒心了 那么在第五会当中 有八种特殊的功效 你看第一个 凸色 凸色扎以下 是指法界为心 也就是说 万法都不离 这个心法 万法都不离 愣言咒 愣言咒 是一切法界之心 所有法界都从这个咒里出 都包含在愣言咒里 第二 要差下是指一生同性 当我们念到要差下面那一段的时候 你要知道 是指 不管众生 差别像有多大 但是 大家供一个佛性 那么这个佛性 也可以指我们愣言咒的佛光 愣言咒是十方诸佛指心咒 是十方诸佛指心光 就是我们佛性放出的光 所以 是指 不管众生再怎么不一样 有相同的 有不同的 各个道 但是大家的性 都是一个佛性 后面说 十佛拉夏是五步源流 那么 愣言咒是五方佛的源流 五方佛都要奉行这个愣言咒 率领着五方忽把神众 降服五方的摩居 这是第三点 第四个功效 萨伯夏是四天十本 也就是说 所有天道的众生 也要奉行愣言咒 第五 结纳下 三种相训 在愣言咒里 佛刚才说了 我们讲的时候 这些鬼道的众生也好啊 十方诸佛放光 以真言来讲述 三种相训 就是我们所说的 众生相训 世界相训 因果相训 在愣言咒里 讲得非常的清楚 什么样的因 会得什么样的果 又结了什么样的源 我说愣言咒在三处化解掉 在音上 杜绝了恶音 在果上 超度了恶果 在圆上 把这恶元转化了 所以你读愣言咒 你可以看到三种相训 都在里面 这是佛用真言 在讲我们愣言经理的道理 世界相训 世界究竟怎么形成的 因果怎么相训的 众生是怎么相训的 第六点 特殊功效 不多下 杂成显真 也就是说 愣言咒 超度了一切 千奇百怪的众生 一切众生的杂念有多少 外边的众生就有多少 但是 他们的真心都是一样的 都是我们的佛性 第七点 私隐下五戒 咒就 私隐前臂 下面这段咒语 是指 五方护法 要率领着 奉行乐言咒的旨意 率领着五方的护法神咒 降服五方的魔君 第八个功效 批头下三部理政 我们刚才说了三个大坛结成 佛坛法坛 僧坛 号令法界 所有的众生 要归三宝 所以 礼上无碍 事上无碍 这个是 愣言咒第五会的八种功效 那么他具足了 敬爱法 增益法 消灾法 降服法 勾招法 你看他的功效有多大 引生出无量的善 而且他数穷三戒 横辨十方 五步都在里面 还有结界 还有灌顶 还有在做最大的三规 下边我们就要讲 愣言咒的咒心了 你看 多智托 从这以后开始都是愣言咒的咒心了 多智托 是十方祝福 在三谈当中 再说这个愣言咒的咒心 传达佛的命令 号令一切众生 闻此愣言咒 要恭敬 鼎礼 并且要护持这个愣言 行住坐卧 都要护持 持宋 愣言咒的人 而且还要降服一切的妖魔鬼怪 所以多智托 是对所有龙天 护法善神下导的命令 你看宋里面说 佛斥一切 诸有情 各以敬礼 尊奉行 不相舍利 十位护 同登绝道 发王成 这个斥是指斥令 一切善的恶的 无论有情无情的 都包括在内 有血气的 有知觉的 我们叫做有情 植物 他没有知觉 但是呢 他有性 鬼呢 是属于有影无形 你要知道 那么所有的众生 都要 无论善的恶的 都要遵循 愣言咒 这是佛下达的命令 并且要 不相舍离的 保护一切 持愣言咒的人 保护一切善人 同登绝道 发王成 就是说 激功累德 自立立他 不单在虚空法界 降妖出谋 保护一切 修持愣言的人 同时 自己 得到愣言咒的加倍 自己也觉悟 大家都到 发王成 都到愣言里面来 都能够成佛 所以多志托 是十方祝福 对一切众生 再次的下达的命令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